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颗星伴着岁月浮沉 我的情愿 你也不许 奶奶要歇会儿了 看到奶奶累坏了 今天我是 连过山车都坐了 你说我这心脏呀 结束结束 你还知道你姓什么吗 山车姓冯 爷爷也姓冯 说得好 你爸爸也姓冯 咱们一家的冯 他很帅爸爸 宝贝 听奶奶说 他怎么就不是爸爸了呢 他就是你爸爸 不 大家还满点忙 他是个妹弄苦的 爸爸又高又帅 他特能干 显晨啊 这都是谁告诉你的呀 妈妈说的呀 你们看 谁呀 你在镜魔术吗 打点完没了 对啊 我就是大魔肉师 你还来电吗 还 能啊 那就再变回去吧 不 不变了 这样挺好的 那你能叫我爸爸吗 我先想想 宝贝 你看啊 他就是你爸爸 长得啊又高又帅的 是不是 还行吧 爸 我先回去了 你刚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我说一样的伤如果再受一次我哥是傻子吗 谁让你哥啊 我还要宝贝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你有喊过我一声哥吗 你总算还记得有我这哥在 我为什么不喊你哥 这么多年你有喊过我一声哥吗 因为当年你太狠了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李明珠会到我的剧组来 我怎么知道黑子会把钱还给财 我怎么知道那东西正好就砸在黑子身上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觉得这些理由我在乎吗 你到现在还是一点都没有病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为什么 我不在乎任何的理由黑子死了 我一个人手挂手了五年 我老公死了 我来到最后一遍我都没有知道 妈 他们 已经过多年了 你们俩总算是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害的 爷爷 遥控板没找着 是吗 快 到爷爷这儿来 行程碗 叫姑姑 姑姑好酸哦 姑姑不凶 只要你叫她 她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姑姑 叫她 姑姑 冯青 孩子叫你呢 去 对不起啊 对了 你那个哥哥呢 启明哥哥呢 启明哥哥呢 灰太狼就被赶跑了 为什么不让灰太狼吃掉一只羊呢 灰太狼还挺可怜的 那小羊被吃的就没命了 岂不是更可怜 可是电视上说 羊多得也不好啊 羊太多了 草原上的草也会被吃光的 所以狼吃羊是做好事呢 行行行 那最后就让灰太狼吃掉一只羊 行不行 那你去买一只 给他们送过去 这样的话偏你的羊就不会被吃了 行行行 好 明天我去买一只好不好 好 太好了 行了啊 故事说完了睡觉吧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什么问题啊 别的小朋友的家里 都是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住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和妈妈住在一起 还要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我懂 保证是你做了坏事 对不起 妈妈 我没有 你有 行了 我不跟你说这个了啊 睡觉了啊 困了 去吧 来 坐下去 睡好了啊 嗯 嗯 爷爷把你的酒都给扔了 行了 行了啊 赶紧把眼睛闭上赶紧睡 听见没有 酒鬼 你不睡吗 我出去转转 不许喝酒啊 这 哄孩子真难 这老当发不容易了吧 哎呀 你以为你生下来就这么人高马大的 你这是养一个 啊 当初你爸月三十七块钱工资 一手拉扯着你跟你妹妹 行程那是懂事的 就你小子除了饭量大 行了 行了 哪户不开提哪户呢 小肚子啊 你爸的意思就是说呀 这不养孩子呀 不知道父母恩 想让你以后对他好点 嗯 是这意思 你乐什么呀你 孩子真的挺难的 是啊 妈 我这辈子下棋啊 是下了不过你啊 我跟你说了好多辈子